千万不要把梯子放在门口 这个男人随手把梯子放在门口 里面的人推门的时候 梯子倒下 死死盯住了门 燕燕他们三个已经被困了四个小时了 这里的温度一直稳定在185华氏度 与此同时 塔尔救的大黑狗跑了回来 狗发现三人的困境 他急得一直汪汪叫 狗的叫声 终于把熟睡的麦克吵醒了 麦克本来可以听到燕燕他们的喊叫 巧的是 塔尔救点燃的烟花 在这个时候上天了 麦克没听到 大黑狗急得找到主人一只叫唤 塔尔救却认为是烟花把狗子吓到了 原来麦克醒来后 找不到燕燕他们 玻璃性的他 以为三人抛下自己跑去玩了 遇到塔尔救后 麦克为了解闷 又跑来塔尔救家里聊人生 与此同时 暴躁的女儿终于承受不住高温 要去砸了温度计 由于硬一只强调破坏了温度计后 温度可能会更高 詹娜为了阻止女儿 一板转给她敲晕了过去 看着受伤到底的好闺蜜 詹娜一度崩溃 更让詹娜接受不了的是 燕燕说 她认为破坏温度计会更糟 但是不确定 这可把詹娜气坏了 她抄起石头 把破坏了他们塑料姐妹花 情依的温度计 砸了个稀巴懒 谁知下一刻 火炉的温度开始升高 燕燕顿时悲从心来 身为男人面对 蒲信女人的无能为力 那种无奈 真能把人搞疯 被气得冒青烟的 燕燕终于崩溃了 她嗷的一嗓子扑向火炉 火炉被她撞倒 温度不再升高 代价是一音变成了 外交里面的一音 由于炉子连同煤气管 都被一音撞倒 桑纳房里的煤气排不出去 詹娜和惠明的女儿 不但要面临高温 还有煤气泄露 情况一度的 雪上加霜 詹娜为救好公民性命 用毛巾把她掉在窗口呼吸空气 她自己也时不时的 对着窗口呼吸 交叉够了的迈克 终于舍得回来了 可这货把所有房间 都看了一遍 就是死都不往桑纳房去看一眼 还一直埋怨 他们抛弃了自己 导致这场悲剧的神科迈克 竟然还他们睡着了 原来喝到了的迈克 和女儿发生侦查后 碰到了正房门前的梯子 他随手把梯子放在门口 梯子先是被阴阴推开了 可女儿阻止了他 女儿自己去开门 打开门后 遇到土力又给关了 这一关 他可是把门彻底关死了 这一切漫不经心的随手而为 谁又能想到会惹出 这么一场祸事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塔尔就来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惊呆了 一直以来 奴隶自救的姨儿 没能等到救援 从头到尾 跟着捣乱的女儿和詹娜 活了 这部电影 男儿和女儿看得 真是让人特别生气 男儿他就是死活 不去看一眼桑纳房 女儿非要和温度计过不去 男主角躲过了男儿挖的坑 可他没能躲过 两个女人给他挖的坑 片名 华氏247度